各位同仁請就座 我們開會 向大家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市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陳翠嵐議員 執行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市長 副市長 我們的企護團隊 還有議會同仁 還有我們的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還有關心市政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上大家好 本席陳翠嵐總質詢 然後本席在這裡跟我們市府 還有我們市長 來探討一些議題 首先 我們的五全路 跟五全南路的銜接 首先在這裡非常 謝謝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 公務部門 之前的立志街銜接我們五全南路 已經開通了 那現在即將完工的是我們五全路 跟五全南路的銜接 那這個也預計在今年的年底完工 通車 我想他可以串連我們的國泰路 還有我們的超公路的鳳山火車站 的分攤我們南北向的交通流量 像還有金五路跟青年路這個改善的交通網路 所以謝謝我們市長 跟我們的公務團隊 你們的辛苦 首先也在這裡 來探討一下我們這個工程 在五全路的現況 五全路的現況 這裡有牽扯到 我們的交通局還有我們的養工處 還有水利局 那個新工處 我們新工處就即將要完工要開通 那本期是覺得說在開通 在通車之前 要因應五全南路的開通之前 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的養工處 還有我們的水利局 等等 應該要整體的規劃 整體的規劃 完善性的規劃 那本期有分短期跟長期 有分短期跟長期 就是說我們的五全南路短期的規劃 那現在目前那個 銜接五全南路開通之前 那個五全南路 那邊是有安全島 雙面兩邊都有停車位 那它這可以說嚴重的影響 行人行車的安全 你現在像這個畫面 五全路它大陸兩邊都有停車位 那這樣如果沒有提早來應應我們 五全南路的開通之前的改善 我想會危機我們行車行人的安全 另外我們五全路 它水溝蓋在路面中間 造成機車主要是行人行車的 嚴重的影響它的行人行車的安全 它說在這裡可以坐在旁邊 你看它的水溝蓋在路面的中間 很危險 這會影響人要騎機車 還是老人家搬拐槍或什麼 有時候擲桌會很危險 像如果開通這個 停車位路面雙面都有那個停車位 如果沒有 是先塗掉中間的停車位 它如果它的動線 還有它的交通流量如果很大的話 也是會危機我們行人行車的安全 所以在這裡可以說 有分短期的規劃 就是五全南路的自由路 到那個荔枝街這個部分 那請儘速就是要開通之前 應該把我們的安全島中間的 停車位先塗掉 然後就是路面的 路面中間的那個水溝 要趕快給它遷移到道路上面 不然這個12月底完工 以後要開通要通車之前 如果沒有事先改善 我想這會發生這麼多交通事故 影響我們的行人行車的生命安全 這麼危險 那如果未來的規劃 因為我們106年底 我們鐵路地下化 即將要鐵路地下化 106年完工 那這個當初我們五全南路的開闢 跟那個開通就是為了應應我們的 國泰路跟鳳山湖車站 所以即將一年多以後 就是106年以後 就是我們鐵路地下化 所以本期是覺得要建議說 那五全路就是從我們的自由路到車站那裡 就是要把 就是它的停車位也是在中間 它停車位也是在中間 所以如哥阿公喔 未來應應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它的交通流量一定會非常頻繁 車輛一定會非常頻繁 所以我們本期建議五全路跟五全南路的安全島打掉 然後中間的停車位要取消掉 然後因為這個是 那我們都發覺有通盤解討 都市計畫變更為道路用地 20米路的道路用地 那這樣就是我們要配合我們未來的鐵路地下化 還有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所有我們的20米路 那些交通流量一定要順暢 所以那個停車格在我們安全島中間 這一定要取消 那未來的規劃就是要把安全島打掉 這是本期喔 因應我們的五全南路的完工開通之前 有分短期就是五全南路這裡的安全島 有三邊的停車位取消 然後把那個路面的水溝蓋 遷移到道路兩邊 然後 停車 然後未來的因應我們鐵路地下化 106年以後 就是五全路、五全南路、安全島 全部打通、打掉 然後停車位、中間停車位取消掉 來因應我們未來我們的交通流量的頻繁 這是本市來提出來的討論 請市長簡單詭應本席的建議 市長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陳妍 我想整個通車之前 我也請我們的交通局 基於他的專業 基於他的安全 來做一個最好的規劃 那避免我們的市民 因為停車位不足 或者我們的很多道路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請我們交通局去做一個詳細的評估考量 謝謝市長 本席是建議說我們交通局 還有養工處、水利局 還有我們的相關單位 就是 就因應要開通之前的相關整體 完善的規劃 人們發行交通事故後 還來改成 然後頭痛衣頭、腳痛衣腳 這樣請市長交代其相關單位 好好的慎重來評估他的交通的一些規劃 以上 另外 本期在針對我們的中小屆55項的徵收開闢案 本社裡上個會期有提出質詢 那這一次再次提出來 請盡速拓框我們中小屆的瓶頸 你看這裡瓶頸 你看 新人新車都這樣吃起來 你看 因為他沒有徵收所有 你看 都抵觸戶 那瓶頸 這邊的大樓也非常的多 所以 請市府市長這邊 應該盡速來拓寬 我們中小屆這個瓶頸 這 市長 我們市府團隊 我們 本期在上個會期有提出質詢 這是 本期上一次會期提出質詢 我們市場曾經答覆的 的內容 請 來請播放 中小街55項 我很希望能夠來開閉這個道路 不過我一定要了解 這個交通的需求 還有市政府的裁員 所以說我跟陳議員說 我會請我們的幹部團隊 然後去跟地主 如果這個道路可以分十年分期 那我們可以考慮 如果說今天不肯不同意 那我會覺得 我們為了現階段裁員的狀況 那我們會盡量來努力 好嗎 市長 這是本期上個會期提出質詢 市長你也曾經這麼答覆 可是從上次會期到現在 本期完全沒接到我們的公務部門 相關單位相關的會堪 或是跟地主計較 或是任何的答覆 這在這裡請到市長 是嗎 我們在議事廳這邊提出質詢 是不是 不管怎樣 像市長 我們有說 評估交通 還有市政裁員 那還如果 地主如果同意要分十年 分期付款的話 不聽 我們可以來評估 但是 從上次會期到現在 完全都沒有進展 完全都沒有 一點點的進展都沒有 在這裡請到市長 本期說了解 還說 演考會 他沒有交代 所以 都沒有完全都沒有下文 來我請到那個演考會 我們的主委 主委 請問一下 我們議員提出質詢 演考會 針對本期的提出質詢 要提出 它有每次都不懂 本選是說了解 從到現在半年 半年 完全都不相信 如果 全都不相信 通過 fit 或者通過 通過 臺主 來了解 什麼情形 臺主也扭了扭蛋 這是什麼情形 議員的交代事件 我們事實上都有列管 那這個個案我回去再查一查 那公務部門說我們研考會不會搞掉了 所以完全都沒有毀坎 完全都沒有統治本校任何的下文 你請坐 市長 市長 那針對這個請你有沒有什麼要回應的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感謝黨議員 我們中校路五十五行需要的經費五千萬 土地費四十三公囚 總共四十三公囚 需要的經費五千萬 土地的經費四千六百萬 工程費和地上分的保障 那差不多是兩百萬 還有兩百萬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 因為差不多四十三公囚 必須要開四千六百萬去徵修土地 所以那個時候我跟黨議員說 如果地主或是可以把土地分給 我聽這個部分 新公處如果他們願意土地的經費 可以分歧 我們可以考慮 那議員很多好的建議 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但是市政府不是說議員有哪條路要開 有哪條路要做 議員很多好的意見 市政府也必須看我們財務的狀況 然後我們很尊重很多好的意見 但並不是表示市政府我們有能力有財源立即要做 但是這一條五十五項的部分 他的土地經費就四千六百萬 工程費這兩百萬 地上沒有保障到兩百萬 所有錢都用在土地費用四千六百萬 我認為這個分期 如果它分期 這個部分 我覺得市政府可以來考慮 市長我了解 所以市長 我們完全我們的公務部門 完全都沒有用心 沒努力 如果你說有努力了 有跟地主直接 其實地主完全 都沒有完全 都沒有 我在想說 如果說我們努力了 沒努力了 我們努力了如果說 沒辦法 再查一下 我們連進展都沒有 所以在這裡麻煩市長的研究會 我們的公務部門 相關單位 我們要釋出三億 來跟地主直接 如果還可以 地主也同意 如果還要評估交通流量 如果評估可以 我們市財政 如果允許說地主同意十年的話 我們都用心來開通這條路 因為106年底 鐵路就地下化了 這就在洪峰會橋島附近而已 所以這個交通容量會更加的頻繁 所以為了我們的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請他指導排除萬難 排除萬難 來開拼 來徵修 開通這個路 這是本市的 電影的藝術 謝謝 另外我們最近 我們鬧得沸沸揚揚的那個 輻射污染的產品 進口的 一些限制 在這裡 我們市長也謝謝我們市長 有表明 就是不歡迎 不願意 我們的 輻射核災地區的食品 進口來我們高雄 在這裡 謝謝我們市長的表明 我本期也要特別提出來 讓市長知道一些意識 但台灣 我們台灣那個 禁止輻射核災食品 我們的福島 福島災區的食品 我們高雄 我們台灣的意思是說 主要福島 利目 還有群馬 還有一些千葉 還是說利目 五個縣市 就是在這個福島 五個 五個縣市 災區 無論 有沒有減負 輻射 檢驗證明 都不能進口來台 那其他縣市就是 要需要減負 輻射檢驗證明 開篩來台灣 那這裡 有 請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 看這個影片 來請播放 發現現在有十大進口商 總共有292項的商品 竟然是換了標籤之後呢 就被輸入進了台灣 八個縣市的百貨超市 都可以買到 現在是趕緊要來通令下架 中標的產品 吃的喝的都有 其中不乏知名的海鮮杯麵 蝦條 小孩子愛吃的可爾比斯糖 和這種一包包的汽水糖 飲品類 午後奶茶 余智抹茶綠茶飲 集容咖啡 以及調味的龜甲腕醬油 味噌湯等將近快300項 這些原本都超夯的代購商品 現在全都成了過街老鼠 而下游業者也只能摸摸鼻子認賠 開放品發票 退貨服務 努力挽回消費者信心 接著黃亦凡 周一迪的台北報導 市長 這是雖然是去年的新聞 但它這是在新北市查獲的 這物流的下游廠商 以292項的日本核災的食品 它是有 就是疑似有創改 標籤賣來台灣 那有 剛剛新聞有報導八個縣市 其中就有包含我們高雄 包含高雄 就是一些我們知名的日系百貨 還是日系商店 還有我們餐飲店 還有日系的精品店 還有包括我們的鼎好 還有日藥的本舖松青 還有新冠三越 特立屋與厚拉等一些店 都曾經有賣過 那這個是被一些不孝業者 就是改成我們東京製造的 所以就是混進我們台灣 還有各大百貨 還有百貨還有我們的一些商店 在販賣 所以 剛剛新聞有報導八個縣市 有幫我們高雄 那我們這個 平時有在查核嗎 那另外在針對 我們的大昌百貨 大昌百貨也有查出非法的販賣 來我們再播放一個影片 請播放 一箱一箱貼上封條 桃園縣衛生局人員 將評價日式百貨大創 所查獲的13項食品 全部查封 這些都是來自日本 核災五縣市的食品 大創百貨涉嫌隱匿 最嚴重可開罰300萬元 全台有48家分店的大創百貨 專賣日本生活用品 這回自核災區 進口13000多件 問題食品卻沒有通報 而同一時間 新北檢方對進口商發動 14路搜索並約談 發現部分廠商報驗申請書 生產地代碼 偽造貨根本沒有填 卻能順利通關 懷疑有公務人員涉嫌放水 將進一步展開調查 市長 本期為什麼要播放大昌百貨 大昌百貨在我們高雄 有很多連鎖商店 所以它大昌百貨 它這是去年查獲的 那大昌百貨引力的上萬件的日本 輻射食品 那為什麼我要提出大昌 因為我們高雄有很多家 所以大昌百貨一般都是年輕人 非常喜歡去的地方 那年輕朋友 他有時候在不知情之下 吃了這些核災地區的食品 所以本期特別提出來 那這些被查獲的一些停送 還是下架的過品去哪裡 我們到底有沒有去查核這些被查扣的核災食品 另外 本期也在網路 在我們網路上 有沒有在管 那即便說 我們的實體商店 我們有去查核 那本期又發現非常嚴重的一些漏洞 就是網路 網路 這是在網路上面的拍賣資料 那拍賣的網路 這赤城印土 那販賣的人是在高雄 他這個販賣的人在高雄 這赤城印土 這次赤城就是核災地區的赤城 他賣這個土 那這個土印土種化或種樹 是不是有危害我們的人民 這個 所以他還在網路公開著拍賣的資料 那另外 我們高雄賣家也是高雄賣家 像這個是日本群馬縣擠壓市的蒟蒻果凍 他在網路的拍賣資料 更表明105年11月11號到貨 剛好上個月而已 11月11號到貨 都要訂購位而已 你看 他公然公開的在網路上 表明說上個月剛到貨 這是核災地區的一些食品 所以本期是說 我們相關單位 有沒有應該要嚴加去 嚴加去取締還有去了解 在這裡請我們市長 針對本期這些問題 請簡單回應一下 請問大方 好 謝謝 謝謝陳議員 對於所有核災輻射的食品 中央跟地方都一樣 嚴格目前我們的政府是禁止這些 福島地區輻射食品進口 剛剛陳議員提到的 有兩則新聞的報導 後來這兩則新聞的報導 也被證實是不實的 沒有這樣 是網路上的不實的消息 不過如果說陳議員認為哪些 我認為說有些地區 譬如剛剛你有提到說 有一些地區的食品 目前來講 不管琴瑪麗木支撐千葉 這些的食品 中央政府還是在禁止中 我們的標準都是跟全世界一樣 我們如果說 不管是美國日本不能上市的食品 絕對不能在台灣進口 如果歐盟包括先進國家的標準 他們是不準的 他也不可能進口到台灣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的立場跟陳議員是一樣 人民的健康 食品的安全 我們認為這個是最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有若干的報導 剛剛提到琴瑪縣 琴瑪的現在的食品 還沒有開放 到目前沒有開放 但是說剛剛你說 有若干的百貨公司 那我希望我們的衛生單位 我們的消保官 如果他有在高雄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加強 加強來把這些食品 立即讓它下架 因為這個是沒有開放進口的 所以我想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衛生單位 消保官等等 我們一定要嚴格把關 但是我所知道 連中央這些食品 都還不能進口 為什麼會有這些 網路上現在也有很多 都是假的消息等等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部分 進行我們的衛生單位 進行了解 他只要在高雄 我覺得我們就有責任 那我們會嚴格把關 謝謝市長 針對市長剛回應 本期就是把這些資訊提供 那我們相關單位 其實我們執法人員 其實可以按照一些關鍵字 去網路搜尋查詢 那都查得出來 是不是真的或是假的 我們執法人員去搜尋 用關鍵字 本期也提供這些資料 因為我們市長也不歡迎這些 核災地區的資品來高雄 那針對本期提出這些網路 有相關訊息 我請我們的執法人員 就是要嚴格去把關 為我們高雄市民 為我們的下一代孩子的健康著想 我們一定要嚴格去把關 所以是不是真的 我們去查 在這裡請我們相關單位 嚴格去查核去 嚴格去取地 還有嚴格去查核 這是為了我們的市民安全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下一代孩子 在這裡醫生 另外針對我們鳳山 針對我們鳳山 我們現在是不分黨派 只要讓我們鳳山好 哪一個首長為我們鳳山好 那就是一個好的首長 我們蔡總統也曾經說 他執政後 要在南部這裡找一個 共有的閒置空間 稍微整修一下 來為了就是平衡地域的發展 他讓我們南部再度的重生 所以他預計在南部這邊 要找個南部辦公室 從媒體所瞭解 非常有可能在南部這裡設立一個 總統府的南部辦公室 我們高雄這裡也有提出三個選項 鳳山是最棒最好的一個 最可能的強項 我們的鳳山行政中心 那另外還有中正路的愛河邊 已經移撥給勞工局的 舊的衛生局停車 那第三個是中正路上的財稅大樓 那這就是高雄有三個選項 那依照最近最新的媒體了解 應該鳳山是最好的 最有可能的 非常有可能的選項 那也希望我們市長大力的促成我們鳳山行政中心 為最有可能的南部辦公室的選項 像我們鳳山行政中心 它有七個機關在這裡 那一千五百人在這裡辦公 那交通要塞 那人口也是最多 38區人口最多的一個行政區 那區域也非常均衡發展 也蓋其中心 那鳳山也是我們人口38區最多的一個區域 那加上我們鳳山它的地點最適中 那無論是哪個都是非常適中的地方 那我們鳳山已經有行政中心了 的前提像我們公務辦公 都是更加的便利 那不管是哪裡 我們鳳山行政中心都是一個市中心 都是個中心點 那再加上我們的鳳山的人口 大部分都是公務體系 公教文教體系的居住人口 所以相當的穩定 所以我希望建議說把我們鳳山打造為 行政的重症 那除了可以去平衡發展外 那更能加速我們南部再生 那刺激於我們消費 那未來106年我們鐵路地下化後 那新的空間將成為綠色廊道還有自行車道 那加上衛武營 衛武營還有我們的大東藝術中心 那鳳山會變得更加的美麗 更加適合移居的一個城市 那我希望我們市長能大力的促成 我們總統五南部辦公室 在我們鳳山設立的可能性 你看 我也希望我們市長不要讓我們鳳山失望 為我們鳳山加持 你看這是我們鳳山一個 就是 這個仲介公司的廣告 就蔡總統再加上我們市長 大力的推薦我們鳳山 然後行向我們高雄鳳山的發展 過去我們市長也在媒體宣誓 宣誓說 要讓我們鳳山 就是他的公共設施 各項的公共設施 來發展全項發展 那也是投注了非常多的經費 在我們鳳山 尤其我們一些 淹水的部分解決 還有我們的污水下水道的普及 還有等等都讓我們鳳山 可以更加的發展跟進展 我們鳳山也是我們高雄市38區 綠地公園最多的一個區 所以更 更能看出我們鳳山的重要性 所以在這裡 要希望我們市長大力的推薦 因為本市也覺得說 我們鳳山就是沒有一個 就是高值的一些產業 過去是一個農具產地中心 還有進工業的發展中心 那現在已經一些沒落 那一些都一些居住人口都往外發展 所以本市覺得說我們鳳山 當恭喜非常適合我們公教體系 公教還是文教人口居住一個好地方 像我們市長有宣誓說 要打仗我們高雄市一個宜居高雄 那我們鳳山是最好一個居住一個區域 在這裡希望我們市長大力來促成 我們的南部辦公室在我們鳳山來設立 在這裡請我們市長回應一下 市長請答應 謝謝副議長 謝謝陳議員 總統的南部辦公室 我想我們也會跟總統府聯絡 也希望他 因為這是總統當時對南臺灣高雄市民的承諾 但是我們高雄市政府只提供幾個地點 包括鳳山行政中心 讓總統府來做一個決定 但是我想所提供在高雄的三個地點 那總統府最後做什麼樣的決定 那當然我會關心 那我想陳議員很期盼 總統的南部的辦公室能夠在高雄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總統府表達 我們鳳山區很多的議員都是非常關切 所以說跟陳議員說 說這個部分 第一 我會希望總統南部辦公室可以更近成立 第二 我們提供的地點包括鳳山行政中心 希望總統能夠慎重考量 謝謝 希望市長大力來促成 因為我們鳳山 我們鳳山真的很適合我們公務體系 公教文教人口來居住 那也希望說我們市長能大力促成 因為鳳山 鳳山可以恭喜 就是除了不被我們觀光局 不被我們觀光局 作為主打路線的一些觀光啊 小吃啊 還是古今以外 真的鳳山沒有高值一些產業 所以就是本市是因為這樣 希望我們南部辦公室如果能在這邊設立的話 那更能吸引更多的公務 還有文教人口來居住 在這裡麻煩市長 另外針對我們吸塗問題喔 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應該要堅定法律立場喔 誤講吸塗除罪話 除罪話 那 那吸塗是病人喔 不是犯罪 還有吸塗人數爆滿喔 那這有個影片我們來請播放一下 全台灣各個監所總收容人高達五萬七千多人 毒品辦就佔了接近一半 就發現說哇這些人一旦吸塗毒了 他大腦裡面的結構都被改變了 把他關到監獄裡面 關到二十秒出去 他出去他看到白粉 白色的面還會興奮 法務部衛福部開始聯手推心理戒毒 前立委顧立雄還一度提出 吸毒者不用入肩 只要醫療就能重返社會的想法 但被痛批是替毒品除罪化 第一線工作人員也認為 少了刑罰的約束 只怕會少了戒毒的動力 讓吸毒的人更加似乎激彈 第一線心腹師有多缺 看看衛福部新口司 負責全國戒毒人口的編制才五個人 每年解出1.5億公務預算 1億用在美沙東的替代療法 剩下五千萬要應付其他 數十萬的毒品人口飛水車精 而醫療跟司法要如何雙管齊下 顯然是這個社會不能再迴避的議題 市長 我們看完這個影片 我們全台監獄爆滿 那毒品的毒品犯 毒品犯高達一半 那除罪化掀起論題 那像我們所知道我們的小燈泡 他的犯罪 還有我們的一些犯罪的一些社會 一些嚴重的犯罪案 大部分都是毒品的情科 大部分都是毒品的情科 由此可知 我們的毒品危害社會之身 那所以本席日提出來說 尤其我們如果警方在辦案的經驗 最了解是說 最難應付的就是毒品犯 毒品犯 所以毒品犯可以說是 危害我們社會之多 所以我們全國各監所 總共關了五萬多名的人犯 那吸毒人數就佔了大概一半 那吸毒人大概 就依據我們的醫療專家說 吸毒的人大概他的大腦 就是結構已經無法歸悟了 所以我們的一線醫師 還有我們的心理輔導師都認為 吸毒的人生 吸毒的人喔 他的生命要重建 他的生命要重建 必須要有施法的約束力喔 所以在本席說喔 我們的毒品犯還是需要我們施法的約束喔 那需要我們施法的約束喔 在還沒有非常非常 就是太平盛世的時候喔 本席是覺得說施法的約束 還是非常需要喔 所以在公部門 從新聞所了解喔 我們公部門第一線的心服師喔 也才有五位喔 那只能用五千萬去面對 這數十萬的吸毒人口喔 你看 所以本席是說喔 我們現有的法子喔 我們毒品的問題都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多喔 那是否還有足夠第一線的心服師喔 那醫院是否還有足夠的空間跟設備 那家庭和社區的資源是否足夠喔 這些都是非常多的大問題喔 所以不能把大愛就是建立在沒有 就是完整還有配到的一個體制上面喔 這是本席的意見喔 然後再看看我們高雄的毒品的問題 我們高雄的毒品問題喔 所以不是就是愛就 不是愛就能解決的喔 不是關愛就可以無法解決的喔 那今年三月份的數據喔 我們高雄CK毒的人口 更從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多人增加到三千一百多人喔 在這四年就報算2.3倍2.3倍 那高雄高雄檢警檢調單位喔 他的速度成績也是全國第一喔 我們也就是高雄檢調單位的速度成績 是全國第一喔 那每一年至少洗過兩公噸以上各級的毒品 那毒品氾濫的問題喔 還是非常的嚴重喔 還有我們的那個三級毒品喔 那個毒品它要偽裝成那個科學麵 還是還是我們的一些零食啊 飲料入圈到我們的校園喔 你看 我們毒品偽裝零食喔 那我們今年下半年度有四波的檢調就少毒喔 你看 有查獲了一千兩百二十七名要頭 滲入我們校園喔 所以 但是說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喔 所以我們的毒品 欸 就是 已經 嚴重的 大幅的禁牽我們的校園 喔 我也在我們的 欸 我們的公共頻道看到市長 在 欸 反讀宣導喔 那個 就是 一些 欸 零嘴啊 還是科學麵還是飲料 就是要小心 那我們是除了 除了 除了 要求我們學生注意 一些 喔 飲食 我們的 零嘴 科學麵飲料以外 那還有沒有其他有效的 欸 預防的措施啊 好 在這裡請告我們市長 市長 針對 本期這些問題 請簡單回應 請 市長 請 謝謝 我想 毒品的問題 現在 全台灣 各地都知道 這是一個 非常嚴重 也是 危害我們 的人民 包括 老中青三代 尤其是 越年輕 越多人吸毒 所以 這是我們社會很大的隱憂 那高雄市 在棄毒的部分 我們不管警察局 教育局 我們是跨局處的合作 我們是認為高雄市 在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有關於這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會加強棄毒 尤其是毒品的來源 第二個部分 我們也會跟檢調單位 全力配合 找出這些要頭 第二個部分 我會覺得說 我們大概 毒品這個部分 如果這麼煥爛 有一些家庭的因素 如果必須有更多的一個輔導 教育局 都有一些整套 整體的這些作為 我們也是認為這個問題 是非常的嚴重 我們希望社會 包括大家一起合作 能夠來減少今天 毒品對高雄 對全台灣 所有的危害 這必須全民把它當做一個非常嚴肅的運動 我們共同來面對這些問題 謝謝 謝謝市長 這是我們全民要來 杜絕毒品 那最主要的資本 就是要斷絕毒品的來源 所以 除了我們教育局 還有我們的社會局 還有我們的警察局 那針對斷絕毒品的來源 我們要嚴加的去查核跟取締 另外在針對說 我們要去了解說 那這些學生 這些孩子 為什麼會去吸毒 這也是一些家庭的因素 還是欠缺朋友的鼓勵 還是一些我們家庭的溫暖等等 我希望我們的相關單位 一定要去審視 一定要去審視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是 我們警察局要加強毒品的 查契跟嚴格的資金 那我們教育局 我們國中高中要加強我們來輔導 高風險的家庭 那注意我們學童的狀況 並提供課後輔導 那協助我們的學童 學習的課業 那社會局來加強我們的 貧固家庭兒童 好謝謝 資金完畢休息十分鐘 謝謝 小靠製 吉祥 謝謝 謝謝